画面中,娴熟的针灸、推拿、拔罐等中医技法竟然都出自于一群洋中医之手。 连日来,12名来自葡萄牙的持证中医从业者不远万里, 在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为期三桌的中医药技术进修学习。 2019年6月,江西中医药大学申报的中国葡萄牙中医药中心项目 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9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理想。 目前,该项目已经为葡萄牙、巴西等普遇国家的中医从业人员举办了多期技术培训班, 培训人数达300余人。 正在认真学习的学员玛利亚·皮内拉就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之一。 玛利亚告诉记者,自己从1997年开始就在葡萄牙一所中医大学系统学习中医知识, 是第一批系统学习中医理论的葡萄牙人。 大学毕业后,很快考取了行医执照并开始从医。 如今,玛利亚穿梭于里斯本的四五家医院做诊,受到不少患者的青睐。 通过这次的实践学习,她又解锁了不少新的中医治疗技能。 我们这么多天的学习内容非常丰富, 学到了很多以前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中医药知识和新技术。 这些在中国当地常用的技术和治疗方法,在葡萄牙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。 在葡萄牙,我主要用针灸为病人治病, 而通过这次学习,我基本已经掌握了热鸣酒、拔罐、小儿推拿等技术。 回国后,我也将有更多的治疗手段为我的病人进行治疗了。 中国葡萄牙中医药中心主任颜春明向记者介绍, 2003年,葡萄牙成为欧洲首个通过针灸立法的国家, 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中医门诊。 2018年,葡萄牙完成了中医药的所有立法, 并由葡萄牙卫生部门直接管理, 中医药在葡萄牙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 当地在学习中医,但是他们对真正的中医是什么样, 其实没有一个直接的体会。 所以像这种来中国进修的机会, 可以让国外学习中医的那个人士 能在中国境内有直接的中医的体会。 我觉得像这种方式可能对于中医在海外的推广 会起到很直接的促进作用。